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这么个评法 他说我真正感兴趣是在节目当中 总是用人的人性 人的灵魂 人的信念和生命的角度 去解释现在发生的一切 那跟其他任何中国问题专家 什么这些评述都不一样 那些评述都是从政治的角度 事情发生了这么说 那有些呢还带有个人的目的 但是你的评述不一样 就是他感觉上是一种超然的 对任何眼前发生的事情 你可以站在他事情本身上的 他的上面去看待这件事情 那他就觉得非常的 非常的亲切 非常的那种那种感觉 那他也提到说 从您的两个月 他只看两个月嘛 从节目中能够感受到 您自己是有信仰的人 他说他也不知道该信什么好 这个这个能不能有所借鉴 我个人说法呢 这就是说 可能看我节目时间太短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在节目当中讲了 在过去 我现在这个 我的节目已经是第十年头了 开始 现在是第十年了 那在过去的时间里 很多朋友 与这个朋友这类似的概念 那一开始是茫然的 后来非常的接受 然后我也跟大家讲过 那看过我节目的人 如果你有条件 你就应该看 在海外了 你就应该看神运 那如果你觉得有条件 你完全可以成为我的师弟师妹 那成为我的师弟师妹的时候 你就不再回头看我节目了 因为你确实即刻就有机会到 意识到自己生命的珍贵 你自己意识到 你根本不用看我的节目 因为你珍惜自己的能力 和珍惜自己的感悟 你都觉得那时间都很短 那我相信这个朋友 在这个时间里面 很快能够知道我说的是什么 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在我现实的环境中 其实有个朋友提到了 说这个朋友是原来是信基督教 他说他看过圣经启示录 圣经启示录最后的一页 就是一条船 装满了金银和人 在下沉 这就是圣经启示录 最后结束的时候 那我记得 我跟大家分享过电影 神秘代码 在国内有放过 对吧 有些叫 有的翻译法叫 叫末日啊 神秘代码当中 在陶克坎那样中 我忽视了一集内容 就是 那里面的两个小孩 在离开的时候 是抱了两只兔子 各自抱了一只 玉兔 白色 而影片开始的时候 那个男孩跟爸爸 在一起的时候 他养了一只兔子 是灰色的 或者是黑灰色的 那我们讲说 白兔子 如果你称为家兔的话 很多那个兔子 是指野兔子 但是影片开始 男孩出现 就是这只兔子 一只兔子 男孩走了 当灾难来临时 男孩走了 被这个外星人 接走的时候 还是抱着一只兔子 而影片里 最后结束的时候 是男主角 跟自己的 做神父的父亲 搂在一起 全家人搂在一起 死掉 世界毁灭了 原因就是 太阳这个粒子爆炸 带来的概念 可是兔子 却是在西方信仰中 复活节的象征 而复活节 是西方宗教信仰中 仅次于 这个圣诞节的节日 是指神的复活 可是他用的是East 而这个字 又来自于古希腊 所以西方的信仰 一直跟希腊的文化 是吻合在一起 而兔子本身的 这种出现 复活节的日子 本身 你追溯到最原始的时期 是跟犹太人的 逾越节是一天 到了后来 到了罗马时期 公元三百多年的时候 罗马的皇帝 才改成现在的 计算方法 所以在那是公元 三百多年之后 改变成今天 来计算 复活节的概念 而当初的概念 却是跟犹太人的 逾越节是一天 圣经都是犹太人的 犹太人的故事 对吧 而逾越节 却是当年摩西 在站出来 带领犹太人 要走出埃及的时候 埃及统治者不许他走 而逾越节讲的就是 我们说的羊血的故事 犹太神显神迹 一夜之间 杀掉了埃及的 所有的胎生的投胎 包括人 大儿子 羊 头只羊 母羊生的第一只羊 这叫投胎 投胎的动物全死了 而犹太人被告知 在门框上抹生羊血 犹太人全都没事 月节 复活节 犹太人在一天 而兔子的出现 兔子的出现 是后来演化出来的 原来是用 代表野兔 后来是家兔 有着和平的含义 但是他逐渐是从 转入到欧洲的文化中 出现了兔子 和包括彩蛋 那这就是 这个故事呢 那个影片就很有趣 在我的眼睛里就是 编剧也好 导演也好 承认有着未来 因为是神的在现 但是他又不相信 那传统的宗教信 传统的宗教 是拥有未来 所以男主角跟自己 做神父的父亲一起死了 可是呢 抱着兔子 谁是未来的神 他解答不出来 结果变成科学的概念 外星人 而在圣经启示录当中 我们看到的一个概念是 最后的一页 是人抱着金银财产死去 而最后的晚餐 犹大出卖 神也是财产 也是钱财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概念 就是说 有些人意识到 在旧的宗教信仰中 因为人们分 就是人们把它分成各门各类 已经跟原来的神 最初的教诲 已经差别很大了 延续到今天 他已经不能帮助人 重新与神相遇 也就是神的复活 在今天的人而言 已经不知道 如何仰仗 所谓的宗教 能够达到神的复活的概念 可是人今天变成了 整个全是利益的概念 却吻合了 这个启示录当中的最后一页 在佛家里说过 释迦牟尼佛讲过 佛经理好像都讲过这个故事 在最后的时候 大家业没有原计 而是释迦牟尼佛告诉大家业 你留下来 还有另外三个弟子 你留下来 等着未来佛传法 弥勒出世 所以弥勒 未来佛 而大家业 释迦牟尼佛的大弟子 没有原计 却一直就像 就像这个引顿的概念一样 转到今天再次出世 那弥勒传法跟释迦牟尼佛肯定不同 它是佛家的法 但它不是佛教 肯定不是佛教 而释迦牟尼佛却认可了 弥勒的在世 所以弥勒在世 你能认识吗 我说的意思 弥勒传法也好 那我们刚才说的圣经启示录的概念也好 那包括复活节的概念也好 其实都汇总到今天 可能是在今天 人们完全迷失在今前欲望中的时候 那未来佛的出现 我个人的理解了 所以这种理念的概念 是对生命灵魂的理解 因为它都汇总了 那也就是说 起码你按照神秘代码的电影里认为 旧的宗教帮不了你 旧的宗教帮不了你 但是神佛在世 在现人间一定存在 而旧的宗教本身 是今天的人应该审视的 神佛那是好的 是人不行了 那走到了这么一个 将完全改变的概念 所以我也跟大家分享过 很奇怪 圣经启示录 那包括我们看到的所有的故事 西方留下来的文化 都跟犹太人有关 而延续到中国 却也是犹太人 对吧 马克思恩格斯 这是犹太人 无神论的 这个进化论的达尔文 犹太人 非常邪门的 那也就落在了中国这个地方 可是呢 他甭管叫复活节 又叫East Day的话 很多人都认为 那未来能够帮人的 应该是中国人 那那只玉兔的含义 就很有趣了 因为在中国人的 西方人的眼睛当中 没有属性的 但中国人却有属性 十二生肖当中有兔子 十二生肖当中有兔子 这应该是暗指的人 对吧 推背图当中有一图 一个美女自西方来 对吧 那是一个女人 地上有公 没有剑 有一只兔子 从西方来的女人 却是中国人的打板 很多人把它誉为 那是正在将要发生的事情 也就是说 诸多的说法 从不同的角度 都汇总到今天的中国 那未来的一切 跟今天我们以为 人的文化中 会有本质的区别 重新归正 人的生命的理念 因为今天的人 都被科学 被现在的一切 利益的一切 占据了整个生命的理念 所以 我想说的意思 放在更高的角度 没有自己的利益 去看待眼前一切 发生的事情的时候 你有着更深 和清澈的认识 对自己生命的尊重 不是人中的利益 我做套节目 我挣多少钱 我上外头 做演讲 挣多少钱 我就说这意思了 一对一的 我怎么样 挣多少钱 一切当用钱衡量的时候 当人一切用钱衡量的时候 我的眼睛里 就是启示录当中 最后那一个画面 金银财宝 人在大船中 船是利益之船 人们的利益的观念 完全沉默 能将我们面临的 完全改变的 重新被树立的 重新被树立人的观念的 现实环境 所以你看到的一切 在我眼睛里 我们发生现实的一切 都可以从中体悟到 生命的理念 苹果日报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再见 Step into a divine land full of ancient wisdom and timeless beauty where heroes become legends goodness always prevails and the door to the great way is open A Lost Culture Returns When Shen Yun Takes the Stage For Showtimes and Tickets Visit ShenYun.com 禁论中国 世事如奇 维稳如戏 李平写的 陕西的公安 穿着警服 上街 半蹲着 维权抗议 嘿 邪了门的事 对吧 抗议什么 抗议他们作为维稳的力量 在棒打着那些 在过去时间里 曾经跟现在的他们一样 上街维权的人 可是他们在维稳的过程中 棒打别人的过程中 中共当军 没给他们挥舞棒子的费用和钱 他们成为了即将被棒打的对象 共产党的体制 把所有人都当成不是人来对待 把所有人又当成被利用的对象 这就是 你不把你当成人 叫高级动物 然后你要为他去死 因为你会得到利益 当你真的听信他的时候 为他去做维稳的事情的时候 你自己就是被欺骗着 然后你就成为了本身的被维稳的对象 你拿着棍子的时候 去打别人的时候 打一棍子多少钱 而当你今天把棍子放下 所谓和平理念的时候 你记住曾经被你们打的那些人 也是跟你今天的概念是一样的 结果你面对的是枪 这就叫邪恶 难道不是吗 公安上访 维稳变成被维稳 美女忏悔从被维稳变成了维稳 那是指考拉拉赵薇 他说凡事的一切就像许冠杰的 世事如期 完全是类似的 7月4号 近百名身穿制服的公安 来到了陕西公安厅上访 而当局动用的是 穿着绿色制服的武警维稳 形成了蓝绿对质 因为这批被维稳的公安 穿着蓝色制服 身份特别 所以就显得很不一样 他据称 这些人是90年代 在各地公安组建特警时 招收了一批曾经立过 二等公的解放军的退役军人 但是这些退役军人 却不是公务员的身份 变成了工人的身份的警察 所以没有机会被提拔到领导干部 那你说共产党不叫邪恶吗 你是二等军人立过功的 保家为国爱国主义的实施者 照顾你们 然后给你们到了公安 听着不错 结果到了公安之后 你被变成二等公民室的公安来对待 不给你正式身份 临时工 但你是二等公的军人的退役军人 然后因为你是临时工 你就不可能有自己的士徒的未来 你也不可能给你涨工资 把你们当猴耍 用你们当猴的概念 然后用棒子去替别人维稳 替他们维稳 去打击别人 中共的体制是个绞肉机 它要较掉所有人 用着各种的名义 但它中心的名义 就是它拿出任何一个政策 都是勾引你 勾引你的利益之心 勾引你的战友之意 勾引你的欲望 勾引你 你是胜利者 别人都是失败 我来照顾你 所以你要为我献身 献完身之后 就把你死漏 还不给你身份 到处都是二奶八奶 不给你公务员的身份 只给你工人的身份 你就是二奶 拼头 这东西听懂吧 他侮辱所有人 朋友就看不懂 中央曾经下令解决这批特警的身份 但陕西仍然有大批的工人警察室特警 所以就出现了这一幕 网民们嘲讽说 昨天手持警棍的公安警察室维稳机器 今天却被手拿刀枪的武警 成为了被维稳的打压的对象 再次证明极权体制下毫无例外 没错 所有的人都是 所以共产党是个活的 所有人都死在其中 对不对 所有人都死在其中 而所有人都想利用他 都惧怕他 都想利用他 满足自己的利益 而这一份观念又是共产党的体制教育出来 你看不见魔鬼的身影 你看不见魔鬼的脸 但在这个体制中满足自己欲望的人 每一个人都是魔鬼的代言人 赵薇被称为美女政治犯 这个网名是考纳 这个我们跟大家讲过了 所以他就说 他反过来在利用推特又说出 这个李和平是境外机构 在中国进行和平渗透和演变的帮凶和棋子 那结果赵薇考拉到现在 没见其人 还屡屡发贴子 所以这就是 我在另外一期节目中说了 真正的邪恶是共产党的邪恶 而那些什么平安郑州什么这个那发的帖子那些人 他们有多少人身份就跟那个陕西那个武警一样 二奶的身份 陕西那个这些上访的警察一样 那是特警类 你是二奶 你是被人淹的 淹阁的 不是淹咸菜 还落到爷们里 真的 这是 这是我想每一个活着的人要明白 自己在被侮辱中 但以为自己是个牛叉者 结果这牛叉叉都是你自己 这是共产党真正灭绝人性 最邪恶的是 它渗透到你的理念中 你的观念中 你的现实生活中 当你意识到自己被玩的时候 晚了 已经把自己咔嚓了 李平在文章中说 其实无论上访的公安 还是所谓被假释的赵薇 都是中共维稳的棋子 维稳的演员 那在铜锣湾事件中 李波又何尝不是一波 被维稳者又变成维稳了吗 正是难辨心中意 似比目前在作戏 没错 那为什么中共可以把这样的人 给当成戏呢 他是活的 他不是死的 他活生生的侵蚀到 每一个人的观念和脑海中 这是我们跟大家说 退党退团退队 是拒绝魔鬼和邪恶 但你拒绝之后 真正的神佛一定在你背后 这就是这个时辰 就这么一个时段 看深一层 中共批判周永康等 称维稳机制是他创立的 是个人毛群利益的 但周永康已经死了 但他在党政军的盟友 被连根拔起 为什么还在运作 为什么还变本加厉呢 因为维稳是中共维持 一党专政的需要 是中共权贵家族 维护利益的需要 不会因为某个领导人上台 落台而改变 所以正是仓促岁月 世事如期 美局都光怪陆离 一点不光怪陆离 共产党吃掉所有的人 这也是我跟大家说的 今天主政的人 利用共产党的概念 要吃死江泽民 他不吃死 他必死无疑 他吃死江泽民的过程 正是共产党 整个邪恶暴露的过程 当他留住共产党的时候 他死得比那些人还惨 因为他那是逆天意而为之 谁宁得过天 今天主政的人 就像上访前的 在公安局上访前的 那些特警是一样 当他没有权利的时候 立刻成为人家 手中打击的对象 有人说没事 他会安好接班人 你信接班人吗 你相信那接班人 能够听他的话吗 习近平是江泽民 曾庆红挑的 今天要吃死他们 当初他们也信他的 他也信他的 事事如局 请尊重自己是个人类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